徐丽瑶回头看了一眼还坐在沙发那儿的男人,她沉默了一下,没有回答她。 柴媛媛到底恨不恨她,她不知道,但是她从她所表现出来的看得出来,她对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恨。 相反,到她准备离开宽城的那天,她说起肚子里的孩子时都是一脸的期待和满足。 当然,这些事情徐丽瑶是肯定不会对沈定伟说的。 这一时,嗡嗡嗡的手机震动声打断了沈定北杂乱的思绪,但是当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宋全时,她还是调整了情绪,按下了接听键。 定北,对不起啊,我让人去查了你说的有可能柴媛叔去的那个医院,但是什么也没有查到,我问了那里所有科室的医生,我也亲自去看了所有病人的档案, 确实也没有找到柴媛叔的名字。 查不到就继续查,下次我不要再听到这些没用的消息。 宋全的心里吐槽道, 我去,京都傅小爷这个卑鄙又不要脸的家伙,若不是他,若不是他,麻蛋的。 我倒是觉得可能事情也没那么严重,柴媛叔不让我们查到他,也或许是事情根本就没那么糟糕啊。 沈总,你也先别想那么多了,医院查不到记录只能说明两个问题, 一就是柴媛叔本身根本就没有去过医院, 二就是,他是去了医院没错,但完全是借了别人的名字。 徐家兄妹铁定知道他在哪里的,不说,就是他交代不让说的。 这段时间我就先在这边了,你那边进度也要跟上, 如果实在查不到,就想办法从他父母那里下功夫。 宋全心里真的很想告诉他, 大老板,你真不用白费功夫了, 你计划再整理周到,也是查不到一点半点的呀。